具有将近一百年历史的屋子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这个地方是非常的宽敞 有2400平方式这么大 租金才2000块 执行购管公寓到底是什么 有哪些优点值不值得投资 为什么想要打算买这个执行购管公寓啊 为了交女朋友 屁啦 这个执行购管公寓呢有公寓的设施 又比私人公寓便宜 十年之后私有化就可以卖了吗 我们到底要如何选择 该购买哪里的执行购管公寓呢 我看很多人在排队 他们如果没有抽到的话当场晕倒 这种执行购管式公寓是一定包赚的吗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 欢迎收看小房子大投资 我是金东主播董房子 做的做是两个字热情 2013年新加坡房地产市场销售量最好的房子是什么 执行购管公寓 究竟有什么优点让这么多人驱逐任务呢 马上跟着我们的特派记者去看一下 都执行购管公寓 都执行购管公寓 不是我不是啦我是说为什么没有女人喜欢我呢 又转毛老你看看你又矮又土男女人喜欢你啊 你讲我土也不是被那年轻妹妹抛弃呢 钱也被骗光了 乱讲话了提这个 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还留一点 我想好了这样我们联名去买那个执行购管公寓好不好 这样啊非聊就女人要嫁给我啊 那倒不一定 不过不会比现在更差了吗 想一想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 我是记者 卖公寓啊 我想访问一下 就是你们为什么想要打算买这个执行购管公寓啊 为了交女朋友 这个屁啦 交女朋友 我来讲 这个执行购管公寓呢 有公寓的设施 又比私人公寓便宜 十年之后私有化就可以卖了吗 把它卖掉两个人赚钱养老 哥头啦 你还蛮聪明的耶 我还以为你买公寓是为了要娶老婆啦 这乱讲 就你要光长头发不长脑 你再讲我我就打你 耶 万全 来啦 要有什么样的一个资格才能买执行购管公寓呢 买执行购管公寓有着什么样的一个潜能呢 马上把现场交给董主播 从习惯上来说 一般有一样东西大家都去抢的 中有它的优点 但是在你盲目的跟从去抢之前 要了解一下为什么要去抢 对不对 好 我们就了解一下这个执行购管公寓 到底怎么回事 好 今天非常高兴请到两位嘉宾来到节目当中 让我们欢迎财务顾问公司行政总裁谢兆全先生 欢迎谢先生 也欢迎产业公司高级区域董事 曾凡年Chris 欢迎Chris 好 当然欢迎我们的仪问姐 嗨 大家好 还有方法哥 大家好 两位是黑白两道 今天我先开始好不好 这个执行购管公寓这么多人抢 我就很好奇 请教Chris 现在我们普及的概念 究竟什么叫执行购管公寓 执行购管公寓是一个政府组屋的概念 配上私人公寓的结合体 一般在新加坡早期的时候 有一些购物人士 他们的薪金其实超过了 所以他们又不能够买到政府的预购组屋 然后又不想花太多的钱去买私宅 所以就有了这一个执行购管公寓 一般上其实EC的话呢 都是99年第七的 什么样的资格的人可以买这个EC 第一个条件就是 必须是有一位是新加坡公民 第二点的话就是要有核心家庭 然后呢家庭总收入不能够超过一万二 这三个是主要的条件 单身也是可以买对不对 单身也是可以买 不过呢就必须要有两名单身组成 要35岁以上 但至于这两个人是什么关系 无所谓 可是我比较好奇的就是 我有一次很忌服我被朋友 去买那个执行购管式公寓 我看很多人在排队 他们如果抽签抽到的话 他们会打砰砰 庆祝 那如果没有抽到的话 当场晕倒在地下 我真的很夸张 我只是很好奇 这种执行购管式公寓 是一定包转的吗 不是说包转 但是身质的空间很大 我们拿这个Vision Lock 作为一个案例 它是大概在2003年建成 当时买家买的价位呢 是大概平均400多块 每平方尺 现在呢 已经完全私人化了 所以它的转售价格呢 已经达到1200块 每平方尺 那就是包转 难怪它晕倒啊 是的 在这个进场呢 已经就是说 以一个比较低的价位 能够买一个EC 这样根据条例呢 你住满五年 你就可以把它转售给其他的新加坡人 或者是永久居民 这样你达到十年以后呢 就能够完全私有化 把它转售给外国人 目前市场上这个所谓的EC 大概的价位在多少范围 现在一般上是以600到800块钱 每平方尺 不过转售的话 可能价钱会更高 对 真的我刚讲的对了 买的人都包赚的了 对 赚多赚少而已 对 现在讲到屋子呢 就会讲到这个贷款的问题 对吗 所以呢 我们去那个片段 看看有什么状况 嗨 亲家母你又来了 没有又来了 我是听说 最近这两个年轻人哦 他们要买公鱼呢 我是来这边祝福他们的 是执行贡管公寓 是你的女儿 很幸运嫁给我儿子 才有运气啊 可以住在什么公寓的 明白吗 嗨 三位好 我是记者赵屋子 你们打算买执行贡管公寓啊 是我 想要帮我儿子买执行贡管公寓 你知道啦 现在的年轻人啊 如果没有父母帮忙的话 是很难买得起房子的 哎呦 开玩笑 现在年轻人哪有手有脚 这样好 买房子自己贷款啊 那你拿到贷款了吗 我们已经去问过了 可是什么贷款配套 还没有决定呢 贷款而已嘛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帮你们啊 哎呦 谢天谢地啊 最好是说到做到啊 最好就是啊 连贷款都不用拿了 直接给现金买了不是更好啊 哎呀 要是你女儿呢 有本事帮我生一个孙子的话 我就有本事 送一间房子给她 妈的 我们是怎样去买房子 为什么讲到生孩子去 女儿争气点 妈不要打我了 我妈会去申请贷款的啦 妈你懂不懂怎么做 做什么 做贷款啊 难道你妈帮你做吗 在购买执行公馆公寓时呢 贷款方面要注意什么呢 把现场交易给董主播 好这个请教谢先生 这个购买EC哦 我们贷款 是否也是可以跟 建乎发展局贷款的呢 购买执行公馆公寓 可以向建乌发展局 申请贷款吗 住在东海的人哦 真的很好咧 有啊 阳光有沙滩 还有海风 不过那里的屋子哦 会不会贵啊 所以如果是买这种 执行公馆式公寓的话 是不是也可以享有 首次购物津贴 小房子 大头是 发展快报 大家好 我是特派人贾厉害 我是特派人真无聊 今天呢 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 马林百列 我知道马林百列 我朋友住在那里 他家呢 有无敌海景 走路就可以到了东海 公园的 有一次我骑脚车骑到累哦 我直接骑下家休息 吹 aircon 真无聊 不过你这次说的没错 整个马林百列都非常靠近 东海岸公园 真厉害 我说的没错吧 还说无聊 因为呢 再厉害的话 从你的嘴巴说出来呢 都是非常无聊的 anyway 马林百列的居住环境 真的是十分优美 而且呢 叫做十分方便 开车呢 只需要十分钟 就可以到市区 同时间呢 离机场也只是十分钟 假厉害 你还十分假厉害呢 谁不知道呢 鱼园呢 是鱼做的啊 我们还是听听 专家怎么说 马林百列位于新加坡的 第十五区 算是一个中高级的住宅区域 这里有高品质的居住环境 有大家喜爱的东海岸公园 运动和娱乐场所 加上多间名校 还有好多饮食餐馆 这里的居民到金融区上班 或到张一机场也很方便 所以马林百列和家东 一直以来 是乌节路以外 最受新加坡人和外国人才 喜欢的住宅地区 你看 是不是 跟我说的差不多一样 我告诉你啊 不只是国人很喜欢这个地方 外国人呢 也选择这个地区来居住 住在东海的人哦 真的很好咧 有啊 阳光 有沙滩 还有海风 不过那里的屋子哦 会不会贵啊 当然贵啦 真无聊 我告诉你啊 马林百列的住宫不多 五房市的住宫 它的平均售价是大约八十万 而四房市的平均售价是五十五万 还有那个三房市的平均售价呢 也要四十万 哇 这样听起来也不是很很很贵吗 那些私宅呢 嗯 我告诉你 马林百列的新旧公寓差别很大 所以呢 它价格也差别很大 单价呢 大概是每平方尺的七百五十块钱 到两千三百五十块钱 而这一区的这个房价呢 在几次的金融危机里呢 都没有下跌太多 目前的那个降温措施呢 也只是让这个交易呢 缓慢下来而已 嗯 所以我相信这里的房子呢 还是值得投资的 假厉害 你真的以为你是专家 我们还是听听专家真正的分析 投资从丹永路到Seagab之间的 住宅单位 原本应该会有不错的潜能 但是这几年来 我们看到很多私宅集体出售和重建 私宅的容积率被拉高 住宅单位跟密度增加 人口上升 可是区域的交通建设 却没有跟上脚步 繁忙时间经常堵车 几年前宣布的东海岸 马林百列地铁线 到现在还没有动工 因此我们不需要急着投资 马林百列的私人公寓 不过我仍然相信 第十五区的有地住宅 是值得我们考虑的 就是说要等有MRD的时候才买对吗 错 要等到你有钱的时候才买 今天最后一集 我居然欺负我最后一次 各位观众 谢谢大家对我们这个发展快报的关注 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 在投资之前要收集好资料 然后评估一下自己的能力 才做决定 祝大家越来越聪明 越来越会赚钱 你这句话一点都不无聊 好的发展快报 我们再见 拜拜 Cut Brother你已经欺负我十二集了 幸好没有第十三集 不过 有下个系列 男生公民可以联名购买 执行购管公寓 执行购管公寓 未来转售的升值空间大 好 这个请教一下 谢谢先生 这个购买EC我们贷款 是否也是可以跟建物发展局贷款的呢 虽然说EC是受到建物发展局的条例的限制 但是你贷款方面 是一定要跟私人银行贷款 你最少要准备5%的现金 这样其他的15%呢 你可以利用公寓金或你的现金 这样你还可以贷款高达80%的顶限 但是因为是私人银行贷款呢 很多购买者 他们以为他们会受到这个降温措施的影响 根据现在的条例呢 如果你现在有一个房贷 你如果再买多一个房子的话 你的最高的贷款顶限是50% 对 还有另外加这个额外买家印花税 对 但是EC完全免掉这些条例 你现在是有一个政府组屋 有贷款 如果你符合申请EC的条件的话 你申请到之后 你只需要缴付这个20%的首期 其他的方面呢 你可以通过贷款 或者是申请这个延迟付款计划 那这个组屋还能保留吗 当你拿到那个入伙准证的通知书 你必须在六个月之内 把你的政府组屋卖掉 这是蛮重要的 是的 另外一点呢 就是如果你买的EC 你是拿银行付款的话 你就必须把你的政府组屋 在拿钥匙之前把它卖掉 才可以去拿到80%的这个贷款 对 这也是条例之一 所以如果是买这种执行购买式公寓的话 是不是也可以享有首次购物津贴 那个额外津贴其实可以高达3万块 所以其实这个数目是蛮可观的 我们巴桑那边在讲说 听说那个电视台的那个李国煌 他就是他第一间主屋是文人 然后后来他就去买购买式公寓 对对对 然后他住买了十年之后 他现在就跳私人了 他每一次手势勾进他都拿到了 大赚了 当然选择EC或者购买屋子 都会想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地点 选择这么多 应该购买哪里的执行购买公寓呢 这道客人购买豪宅 为什么会在这里啊 其实呢 这个地方特别的只租不卖 你不懂吗 哇 哇 你看地方房子真的很够啊 是你矮 你不矮 目前市场在哪些新的EC退出 以2014年来看的话呢 大概会有至少五个新的项目 好吗 各位观众好 我是赵乌子 今天我来到Magnarrow 是要为大家介绍我身后的房子Pen 哎 够了够了 那他们特别的地方在哪里呢 我们马上去了解一下 看 哎 哈喽 你是拍我还是拍房子 第一天啊 等什么 跟我走啦 这些牌屋建于1920年代 一共只有84间 有三种不同的建筑风格 是被保护的历史保留建筑 目前由私人产业公司拥有 专门出租 它的外观保持跟当年一样 加上环境清幽 地点方便 独特的气质 吸引人们选择在这里开画廊 设立办公室 也成为许多外籍专业人士的首选住宅 这种殖民地风格的牌屋 在本地是独一无二的哦 老公 你知道吗 这里呢 以前是那个殖民地 时代关于住的地方 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地方呢 如果把上一个 我们从意大利买回来 那120万的沙发 从而更显气派 好舒服 而且这个地方是非诚的宽敞 有2400平方式这么大 租金才6000块 6000 天一样 你们好 我是记者赵欧子 你不是报告 是吗 你帮忙买豪宅 为什么会在这里啊 道谢我 我会回答 其实呢 这个地方特别的 只租不卖 你不懂吗 哎呦 吐老子成皮卡了 哈哈哈哈 吐头吗 哎呀 老婆婆 你来 Classic 你看这楼梯 我跟安心相归 这个楼梯的设计呢 这下 COVID 已经很难找到了 古董 古董 Nothing 倒死 全猜 猜猜 改暴文的 你看這個主要綁著大床 我們還一定要把它全部壞掉 化成暴文的 你看他電話板真的很夠 有沒有 有沒有 會沒 會沒 I can't feel 是你矮 不開 老公啊 你上去除了白衣陽台耶 如果躺在這裡閃黑公園的話 感覺就有點像在歐洲一樣 老公 你想不想看我穿比基尼 爆文的那條 等一下 等一下 如果你們這樣 對面的人看得到 要死啊 穿比基尼不是給人看的嗎 打他 等一下 等一下叫他們來修理一下 這裡有兩房到四房的單位 面積從2127到3524平方尺 四米高的天花板 將近一百年歷史的門窗 寬廣的居住空間 現代化的家具設備 住在這裡可以感受歷史的痕跡 又不是現代的便利 確實是很特別的住宅 來喔 老公嘛 你瞧瞧這間書房 完全都不是你的特色 我決定把它拆了 該爆文的 錯了 我要把它變成 卡拉OK不香 等一下 等一下 報哥 你會唱歌啊 來 老公來 你就唱那首我最喜歡的那首歌給他聽 你是我的小羊小蘋果 怎麼愛你都不嫌 我都不愛你 多麼愛你都不嫌 不老頭咩 老婆 來來來來來 不要租了 為什麼 老公你剛剛說你很喜歡的 就是因為喜歡 所以我決定不要租了 偷偷買下來 老公我愛你 全部清晨報文 報哥 報哥等一下 這裡只租不賣了 有錢什麼搞不定 我跟你講 給你個發財的機會 只要你幫我想辦法 讓他們通通賣給我 我每一度給你四點三八八線 走 老公 外景記者招呼指現場報道 看 跟董主播說 我不做了 可不可以我四三八啊 唉唷 我這房子這樣貴怎麼買得起 好啊 埃 執行共管公寓 對嗎 我最近是在看房子啦 然後我覺得房價都蠻貴的 不過執行共管公寓 是我的範圍以內 因為他首次買房 有三萬塊今天啊 很吸引人對不對 不過現在執行共管公寓 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所以我就慢慢看囉 謝謝啊 什麼時候播啊 第十五區的有地住宅值得投資 買執行共管公寓 可享有首次購物津貼 當然 選擇EC或者購買屋子 都會想到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地點 我們通過短片來瞭解一下 媽媽 我剛那邊已經看了很多間EC了 你覺得我們應該選哪一間呢 哎唷 西部 我是住在布吉蒂嗎 我當然是希望你們可以搬到西部那邊 不好意思 女兒來來來來 記得媽是住在彭郭聖港那一帶的 你最好選靠近的附近了 這樣媽才可以常常看到你 那個是你的娘家 哎呀 西部我告訴你啊 光顧那一帶 以後會很擁擠的 你最好還是住在西部 西部懂嗎 好了 好了 最好是不要搬出去囉 因為我看你看到都想吐了 不是 媽媽 不要吵了 你們好 我是記者趙屋子 請問你們已經打算要選擇 買哪一間執行公款公寓了嗎 還沒有 為什麼 我們已經看了很多間了 可是呢 有的是地點好 有的是設施好 每看完一間他們就會這樣子吵 可是你們繼續這樣看會看不完 因為接下來呢 他們會推出更多執行公款公寓 我就是說嘛 看都看不完 找不到的話呢 就繼續留在這裡住 明白嗎 好了 好了 怎麼樣 我再一直提醒你 我告訴你 我是嫁女兒 不是賣女兒 你兒子可以娶到我女兒 是你兒子的三身福氣 我告訴你 親家母 我的兒子呢 是心地好 你知道嗎 他是好像做charity 把你的女兒娶過來 你的女兒才可以這麼好命 住這麼大的房子 知道嗎 那你意思是說我們怎麼樣 沒有人要的東西了 是嗎 那媽 我都要吵了 你看你 很會叫女兒 那到底呢 市場上有多少執行公款公益 可以讓買家選擇呢 我先想交易給董祖波 買EC 買房子 要考慮地點 這沒有錯 但是要首先知道 你這個喜歡的地點 到底有沒有EC 這也很重要 對吧 且叫Chris 目前市場在哪些新的EC推出 以2010年來看的話呢 大概會有至少五個新的項目 所以一般上EC呢 都會在比較的屬於新政 就比如說榜兒之類的 所以說今年的話 大概會在東部 東北至北部 而且西區的話呢 會比較少一些EC 作為新加坡人 如果你符合條件的話呢 是應該考慮 就是說提升到這個EC 而且你在考慮項目的時候呢 你先考量一下 周邊政府主屋的價位 和私人房宅的價位 比如說說你買一個 拿一個五房式的 做一個比較的話 平均價格可能是50到60萬 這樣那裡周邊的那些 私人住宅呢 它的價位可能 100萬到150萬 如果說你能夠 在這個中間的價位 進場這個EC的話呢 是 你十年以後 你就完全私人化 十年以後 因為通貨膨脹 它要賣的價位呢 會比較高 今天分析下來 我們看起來似乎 購買執行共管公寓 可以說零缺點 好像專家蠻推薦的 但是還是一句老話 任何東西見仁見智 買之前 考慮一下自己的財務規劃 做認真的考慮之後 小心進場 才可以順順利利 謝謝各位來到節目當中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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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們一起回顧 今日亮點 購買執行共管公寓 未來升值空間大 今年 預計共有五個 執行共管公寓項目推出 購買執行共管公寓時 選擇以周邊組屋 與私宅的中間價位進場 可考慮投資 第15郵區的有地住宅 執行共管公寓 縱然有萬千的好處 也不能隨便的買還是一句老話 要仔細的評估 做好財務規劃 才能謹慎進場 感謝大家12集的陪伴 小房子大投資 祝所有的朋友 在房地產市場一番風順